因為柯文哲其實很常用外科醫師的身分站出來說 說我們外科醫生都怎麼樣怎麼樣 在我這個年紀啊 我現在36歲 其實我以上的醫師啊 對於柯文哲這樣的言行都是非常不屑的 為什麼 因為他每次講完外科醫師 後面接的都是一些很貶低的話 我是外科醫師 婦產科都是在女人大腿中討生活 這種歧視性的言論 其實讓很多真正有在開刀的外科醫師 覺得很不爽 你也是超不爽的對不對 因為我是真正有在開刀的外科醫師 台灣激進黨立委候選人吳欣戴 日前登上脫口秀 賀龍夜夜秀 談到民眾黨政策是包牌政策 柯文哲總在政見發表會上講很模糊的話 並很嗆民眾黨是草包政黨 此外身為外科醫師的他 更提及很多同行都超不爽柯文哲 稱他每次提完外科醫師後 都是搭配許多歧視性言論 如我是外科醫師 婦產科都是在女人大腿中 看得出來我很想贏嗎 我先確認一下 激進黨應該比較偏向民進黨一點吧 跟統促黨比起來當然是啦 那跟國民黨比起來呢 那也當然是啦 那你這樣子競選港胡區立委 不是應該先優先斬掉李彥秀 再處理高嘉瑜嗎 可是激進黨跟民進黨的距離 跟高嘉瑜跟民進黨的距離 還說不上誰比較近誰比較遠吧 你不覺得嗎 怎麼說 我們一開始為什麼會選 就是因為我們後來發現啊 高嘉瑜在這一區 其實他的支持者像你一樣 柯文哲的支持者 比賴清格的支持者還要多 那就發現他好像是白的不是綠的 那我就出來當綠的好了 所以我才會出來參選 你看我今天穿的墨綠 墨綠是民眾黨喔 對啊 我哪在講假的啊 我真墨綠 就是說綠有兩種 現在是末法時代喔 魔佛跟佛說 只要我的徒子徒孫披上袈裟 傳播的 就是那個 大家以為是佛法 其實是魔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綠不是看你披什麼外衣 是看你的主張 看你的理念 你們一定要那個聽其言觀其行 那我們看到高嘉瑜 他其實是 好像是白色的言白色的行嘛 對 所以這一區其實是藍白分裂 回到聊民眾黨 因為感覺你們很多 對民眾黨的一些政策 非常的有意見 其實民眾黨的政策上面 有非常多我們觀察到的 是屬於包牌政策 因為我們每次看柯文哲 不管是總統的政見發表會 他其實講了一些 很模糊的話嘛 我們不能為少數人的利益 犧牲多數人的利益 我們不能只看短期利益 而犧牲長期利益 這些其實講兩三分鐘 聽起來都是廢話 所以我們就發現 他這個廢話本質之後 就覺得說 民眾黨原來就是一個 像韓國瑜一樣的草包政黨 可是柯文哲是醫師喔 您也是醫師喔 不會信心相惜嗎 就是因為他是醫師 所以我看得出來他在賣什麼名堂這樣子 因為柯文哲其實很常用 外科醫師的身份站出來說 說我們外科醫生都怎麼樣怎麼樣 在我這個年紀啊 我現在36歲 其實我以上的醫師啊 對於柯文哲這樣的言行都是非常不屑的 為什麼 因為他每次講完外科醫師 後面接的都是一些很貶低的話 我是外科醫師 婦產科都是在女人大腿中討生活 這種歧視性的言論 其實讓很多真正有在開刀的外科醫師 覺得很不爽 你也是超不爽的對不對 因為我是真正有在開刀的外科醫師 我知道你不爽到 還幫民眾黨做一首饒舌歌 對 你這麼有才華 你是rapper 還是現場可以來這個rap 是可以 但是大家要拱我我才要唱 不然我會害羞 柯粉也可以一起喊 我沒有不接受柯粉的意思 等一下 你唱過現場嗎 沒有啊 哇 那你這樣就輸高嘉瑜了 所以我剛剛才要喝威士忌 我唱歌有唱現場 但是我rap沒有rap現場 對 好 準備好了嗎 各位觀眾 掌聲歡迎吳欣泰的民眾黨之歌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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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it out 民眾黨之歌 here we go 因為還沒財富自由 他當立委順便讓黨寄生國會 他喝可樂 劉思光的庫存戰備 他去洗頭 拿助理被自願的迴捐 他住豪宅 只趕住其中套訪一間 他叫助理去應酬吃飯 卻不讓人暴障 他叫物質不上宣家 搬家飯對每次都站 vore white vore right 換一個人繼續 這一次會對拍 嗯 他黨名是用偷的 他政策用爆牌的 他號稱理性物實科學 卻用黑社會組織動員 藍白河破局變身墨綠 開始囉 好了 可疲可疲 滿農地長出水泥 可疲可疲 最愛兩岸一家親 可疲可疲 市場倒數第一名 可疲可疲 馬寶崇綠他最新 馬寶主席 謝謝 好 謝謝吳星代 好 請坐請坐 天啊 這個尺度大開耶 哇塞 我是心臟外科醫師 直接用這個 我可以理解柯文哲 為什麼每次在出爆的時候 都會說我是外科醫師了 就要擋一下 對 好 我覺得現在剩不到幾天 不要再唱了 會掉票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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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